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 2011年全国跳水锦标赛 女子十米挑台的决赛 现在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这位呢是天津选手康丽 我们的比赛是从第二轮比赛 开始转播的 在第一轮动作当中 康丽获得了66分 排在第11位 她的第二个动作是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康丽呢92年出生的一名队员 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国际和国内比赛的一些经验 还是非常丰富的 她是代表中国队参加了 09年的罗马世锦赛 并且在单人项目上 获得了一枚铜牌 这也是康丽在世界大赛上 单人比赛的最好成绩 观众朋友也欢迎您 关注我们比赛的同时 关注网络娱乐互动合作伙伴 GameBug 这是康丽在第二跳的分数 来自陕西的选手董双妹 董双妹在第一跳当中 拿到72分 她的第二个动作 同样也是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入水的时候 稍微收的早了一点点 不够一点 董双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队员 到目前为止 她在国际比赛上 并没有太多的建筑 但是在国内比赛当中 比如说像09年的决运会 参加了双人的比赛 今天我们这场女台的比赛呢 是采取了传统的淘汰赛制 在预赛结束之后 35位选手当中 排名前18位的选手 进入到半决赛 在半决赛的角逐之后 排名前12位的队员 进入到今天晚上的决赛 张南菊来自河南的选手 她的这一跳是向后翻腾 三周半报夕 应该说这位选手非常的年轻 所以动作还是看起来很轻强 并没有感觉到她登台的力量 有多大或者是劲有多脆 但是每一个环节都交代得很清楚 打开的动作非常的干脆 刚才我们向您介绍过 这次女台的比赛呢 是全国锦标赛的第四项决赛 先前已经结束的三项决赛 分别是男子和女子的一米跳板 以及男子的双人十米跳台 在男子的一米跳板当中 海军选手李世新 是获得了冠军 而广东选手林静 以及上海选手孙之义 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 在女子方面 两位国家队的选手合资 跟重庆选手施婷茂 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最终合资计高一筹 是摘得了金牌 柯婷婷来自辽宁的选手 柯婷婷曾经是广东女队的一名队员 后来广东女队 基本上是整个的代表辽宁参赛 除了合资之外 所以她现在是代表的辽宁队员 而在男子双人失敏跳台 这个项目上 张燕泉和曹元是获得了金牌 广东队的陈爱森跟吴军 收获了一枚银牌 2011年上海市井赛 双人南台项目的冠军秋波跟火亮 最后时刻实现反超 最终站在了第三名的位置 第五个出场的是海军选手蓝毅 蓝毅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